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个景点去逛逛 在最后面我会带大家去看看 这期视频最主要的景点 圣伊斯特凡圣殿 这一期我们将从国会大厦出发 然后一路往市中心的景点方向行进 讲解这段路程当中 所有可以看的景点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 我之前国会大厦那一集视频的讲解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 这里面有详细的国会大厦景点介绍 如果你喜欢旅游 但又不想做攻略的话 那么这个频道的视频肯定适合你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这期视频我们游玩的行进路线 从国会大厦到圣伊斯特凡圣殿 其实可以不用乘坐公共交通 因为在这中间还有其他许多景点 值得参观 我们参观完国会大厦后 在科苏特广场的东南角有一尊雕像 我们的行程也从这尊雕像开始 一路往圣殿方向行进 在我们面前的这尊雕像是为了纪念 1918年一战结束后成立的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统治期间 被杀害和绑架的匈牙利人 在这其中也包括了我在国会大厦那集视频里介绍的 在1918年10月31日被暗杀的匈牙利总理 蒂莎伊斯特凡圣殿 原来的雕像在1945年被毁 而这座雕像是按原貌恢复 并且在2019年重新树立在这里 沿着雕像背后的这条街往前走 就会来到一个小型的休闲公园 这里叫做自由广场 在你进入自由广场之前 你会看到左手边的这里一尊雕像 它是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这尊雕像主要是匈牙利为了感谢里根总统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结束了美苏之间的冷战 最后随着苏联的解体 匈牙利才真正的从苏联的控制中脱离出来 而在里根总统雕像旁边的花坛上 在2020年又矗立起了美国第41任总统 与2018年去世的老布希总统的雕像 他于1989年7月访问匈牙利 当时匈牙利刚刚结束共产政权统治 老布希也是首位在任期间访卫匈牙利的美国总统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美国总统雕像呢 因为在自由广场的东边 正是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所在地 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 在两位美国总统雕像和大使馆的边上 同样还处理着苏维埃战争纪念碑 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太和谐 但是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 二战的时候匈牙利加入了轴心国 但在二战末期眼看德国节节败退的时候 匈牙利在1944年初就已经想退出轴心国阵营 但在德国纳粹和匈牙利建十字党的干预下 不得不与苏军展开了一场长达50天的布达佩斯围城战 为了阻断苏联军队向希特勒所在的柏林总部发起进攻 德国纳粹把多脑河上所有的桥梁都炸断 这场长达50天的围城战役中 布达佩斯有大约38000名平民死于战火与饥饿 最终布达佩斯在1945年的2月13日被苏联红军从德国纳粹手中解放出来 这也是这座纪念碑存在的意义 美国大使馆对面的这个宏伟的建筑是原来匈牙利的股票交易所 而现在这座建筑作为当时的股票交易所 一直经营到1948年后多次易主 先是苏贡马列研究所入驻 后来还有匈牙利电视台 一直到2006年被加拿大的一家专门从事中东欧地标建筑开发的公司 Greping Corporation所收购 而这座建筑内部最后一次有人类活动迹象 还得回到2009年在这里拍摄取景 并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好莱坞电影 《营逸杀手2049》的时候 自此之后这座建筑便被一直控制在这里 我们继续往前走会来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 这个景点在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里都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景点 这个景点的名字就是雕像后方石柱顶上那块匈牙利语 中文翻译过来是德国占领受害者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用于纪念在1944年 德国占领期间匈牙利被杀害或驱逐的人们 而这座雕像是在2014年7月20日晚上悄悄树立起来 跟其他雕像不同的是 它没有任何的揭幕仪式 也没有任何的新闻报道 人们是在第二天才发现这里树立起了这座雕像 很有意思的是 这座雕像采用了防止涂鸦的涂层处理 用来防止可能的故意破坏 我们先来看看这座雕像想表达什么 上面那只鹰代表着德国纳粹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就是一只鹰 这只鹰的右脚上戴着一只刻着1944年的戒指 代表着纳粹对匈牙利的占领时间 而在鹰的下方是天使长加百利 他右手拿的是王拳宝球 这个宝球也好像要从手中掉出来的样子 这表示原本属于加百利主宰的世界 就快要被纳粹党从加百利手中给夺走 而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加百利天使一边的翅膀没有了 只是用套在他身上的衣服取而代之 天使没有了翅膀无法飞翔 象征没有了自由 所以这座雕像想表达的就是德国纳粹在1944年 把原来属于匈牙利的自由和领土给夺走了 那为什么说这座雕像有这么多争议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匈牙利在1940年二战时候加入了轴心国 还记得多脑河边上的那个鞋子纪念碑吗 匈牙利在二战期间前前后后 加上那个臭名昭著的见识字党 帮助德国纳粹前前后后 总共把50多万名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 而这座雕像却把匈牙利形成为一个无辜受害者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匈牙利确实受到了德国纳粹的侵害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并不能作为可以逃避匈牙利在二战时 对许多特别是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座雕像面前看到 放在地上的一排排的私人用品和照片 这都是在二战中受害者家人 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座雕像的抗议而放置在这里的 我们沿着视频当中所标示的路线继续往前走 就会来到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面前 这就是匈牙利第三高阿布达佩斯最高建筑之一的圣伊斯特万圣殿 这也是匈牙利的副主教堂 里面供奉的正是匈牙利的第一任国王 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匈牙利开国国王圣伊斯特万 也叫圣史蒂芬 所以这座教堂也叫做圣史蒂芬圣殿 用伊斯特万圣殿有三个部分可以参观 第一部分就是教堂本身内部 另一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登上65米高的教堂顶部 饱览整个布达佩斯的全景 还有一部分就是教堂的珍宝馆 这座教堂的原址在1787年的时候 有一项来自维也纳的市民娱乐项目 斗兽场开始在匈牙利流行 虽然说是一个斗兽场 但当时的斗兽场有点类似于 现在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建起来的马戏团式的帐篷 但随着近来观看的观众越来越多 所以后来慢慢扩大成大型斗兽场的一个模样 但和古罗马斗兽场的模式不同 其一这个斗兽场据说是用木头搭建的 其二这个斗兽场只是上演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搏斗 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人寿之斗 而发展到后期为了满足观众的胃口 甚至还提供给观众射杀动物的游戏 到了1796年 当时的政府领导觉得这种血腥的斗兽表演方式 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并且当时在维也纳斗兽场发生了一场火灾 所以在地皮十年租约满了之后 政府便以木制结构建筑存在火灾隐患为由 拆除了这个斗兽场 如果说把这座教堂的所有历史都算上 那就要从1810年开始算起了 当时的利奥波德国王决定 在这里成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区 并且同时建立了一座教堂 叫做利奥波德教堂 到了1838年 匈牙利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 当时有很多人逃到了这里避难 洪水退去之后 那些倖存者把这座教堂当作是神的指引 指引他们来到这里 所以才能幸免遇难 他们觉得要在这个神迹显灵的地方 必须要建造一座圣殿 所以在1845年 由当时的Yusuf Heald 接手设计了这座圣殿 但是在1848年的独立革命中 原本的利奥巴罗斯教堂被摧毁 而圣殿的建造工作 一直到1851年8月才重新动工 到了1867年 Yusuf去世之后 便有我们之前提到的 英雄广场前身 格洛利特锦的设计师 Miglo Shibo 接手了圣殿的建设工作 但是到了1868年的1月22日 教堂的穹顶因为材料 和工艺上的缺陷导致坍塌 最后工程不得不停止 一直到了1871年 圣殿的建设才重新开始 而Miglo Shibo在1891年去世之后 又由另一位建筑师 Yusuf Kauser接手 所有工作一直到1905年才完成 并且在1906年被封为圣殿 一直到今天 除了圣殿顶部 在1946年着火火 成体建筑样式一直维持到今天 也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那当我们正对教堂的时候 在圣殿门口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喷泉 右边这个喷泉代表国王Ishtavan 左边这个喷泉代表了国王的妻子 匈牙利的第一位皇后 Luidov Giselle 两个喷泉的上方都用着埃及的方尖杯来装饰 代表着国王所皇后的重生 圣殿正面 左边墙上的人物是教皇 格列高列一世 也被称为圣格列高列大帝 他是公元590年开始 一直担任着罗马主教 而在墙边上的人物是圣安伯 拉丁也叫做安布洛西奥斯 他是公元4世纪时候的米兰总主教 也是基督教著名的拉丁教父之一 也是天主教公认的四大教会圣师之一 右边墙上的人物是San Jerome 他是古代西方教会的圣经学者 他把圣经从西伯来语翻译成了拉丁语 早期拉丁教会把他尊为四位西方教会圣师之一 而在他边上也有另外一尊雕像 他是圣奥古斯丁 早期西方天主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曾经在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做主教 在圣殿上方有一行用拉丁语写的Ego Sanvia Veritas Evita 意思是我是你的人生真理和生命 而在正中央楼梯入口的上方 正是圣伊斯特万本人上半身的雕像 他头上戴着皇冠 左手握着王拳保球 右手拿着拳杖 而这三样物品的真身 你可以在国会大厦里面找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头顶上皇冠的十字架是没有歪的 而在左边的钟塔 也就是北塔上面有五个小钟 一般我们平时听到教堂的钟声 都是这个钟塔发出来的 而在右边的钟塔 那就是南塔上面 也有一个重达9.25吨的低音钟 这个钟一般只会在重大的节日才会敲响 例如除夕夜 或者一般发生重大的国家事件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渔夫宝的视频中重新提到过 这里面有一具超过1000年的木乃伊 也就是圣伊斯特万的王之右手Holy Wright 一般我们看到的木乃伊都是一整具身体 那么为什么匈牙利人 只把国王的右手制作成木乃伊呢? 这事发生在1038年8月15日 匈牙利的开国国王圣伊斯特万与世长辞之后 当时他的尸体被埋葬在距离布达佩斯65公里的 赛克士百堡的圣母教堂里面 教堂名字叫 Basillica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ia 在伊斯特万去世之后 因为内战、异教徒暴乱以及外族入侵 匈牙利的局势一直不是很稳定 一直到了1077年的 拉斯罗一世寄人国王 他担心伊斯特万的尸体遭人亵渎 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转移到教堂的地下墓穴 就在拉斯罗一世打开棺木后发现 伊斯特万的尸体基本上已经全部消失 但唯独他的右手依然没有腐烂 所以当时他们觉得他的右手一定有神奇的力量 便把他的右手做成了木乃伊 并且当成是圣物一样保存 称之为圣右手 后来这件圣物被一个叫Metko的看守偷走 并且放在自家的庄园中 当时Metko的家在现在的罗马尼亚的比哈尔小镇 而在1083年的5月 国王拉斯罗一世来到Metko的家 找到了被偷走的圣右手 但国王并没有惩罚Metko 而是选择原谅了他 因为国王觉得虽然Metko偷走了圣手 但也间接的使其免受当时战乱的影响 所以国王甚至把Metko所在的这个小镇叫做圣右镇 而后人还在这里树立了一尊Metko的雕像 以作纪念 随着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 并占领布达 这个圣手也开始了海外流亡的日子 后来奥地利的女皇 马利亚特雷莎经过多年的谈判 在1771年终于将圣手带回了匈牙利 并且宣布每年的8月20日为圣伊斯特万日 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 圣手联动皇冠权杖王球 一同被安放在现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个山洞里 战后被美军发现 并在1945年的圣伊斯特万日归还给了匈牙利 并且一直保存在圣伊斯特万圣殿里 到了1987年才在主教的见证下 把圣手放置在圣殿中工人禁养 整个圣殿除了这个圣手 还可以登上65米高的穹顶 从高处来瞭望布达佩斯的景色 票价是1500佛林 如果你持有布达佩斯卡的话还可以打折 卖票处在圣殿的入口 买完票后 你需要搭乘在圣殿出口处的电梯上到穹顶 而圣殿入口处的电梯则是去网珍宝馆 票价连同穹顶一起是2000佛林 珍宝馆面积其实非常小 里面主要展示的是主教的穿戴品和权杖 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的话 这里值得一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你是想从国会大厦去圣殿 或者又是想从圣殿去国会大厦 其实没有必要搭乘公共交通 因为加上等车的时间走路已经可以到达 并且就像我之前介绍的 图中还有这么多可以参观的景点 但如果你是要从其他地方前往圣殿的话 圣殿附近有很多的公共交通 例如地铁1号线 也就是布达佩斯的黄铁 到Voych Zilinski Wood下车 或者乘坐地铁2号线红铁 或者3号线蓝铁 到迪亚克 Faylan State这一站下车 复兴5分钟就可以到达圣殿 或者可以选择乘坐9路15路105178 到Shane Eastbound Basilica这一站下车 当然还是要给大家推荐 在布达佩斯乘坐公共交通之前 先登陆副党的BKK道库 查询最新的实施公交信息 在圣殿附近的停车和国会大厦的停车 基本一样 也是路边打表停车位 如视频中红色区域所示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 我在国会大厦那期视频里提到的 自由广场的地下停车场 在圣East1圣殿附近 有很多的餐厅或者小吃店 你可以找到像汉堡快餐 匈牙利式快餐 咖啡店 中高档西餐厅 中餐厅 瘦尔斯越南餐厅 又或者是冰淇淋店 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 在圣East1圣殿门口 有一家专门卖花瓣冰淇淋的网红店 所以在圣殿附近 基本不用担心找不到符合自己喂狗的餐厅 而在这景点附近的洗手间数量并不多 在圣殿南边 也就是视频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公共洗手间 收费250福林或者1欧元 但如果你是准备前往国会大厦参观 又或者是从国会大厦准备前往圣殿参观 在国会大厦的客户服务中心处 有一处免费的洗手间可以使用 OK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